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残酷的现实与辛吉吉的理想大相径庭 他在大有作为的重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回家闲居 而闲居后自称庄稼人的辛吉吉却无心赏满优美的山水田园风光 在他的心里深处经常泛起抱过无门的遗憾 那么辛吉吉一生都经历了什么 他的爱国情怀源自哪里 他一生又建立过什么工业呢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老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中国故事爱国偏执辛吉吉 那说到辛吉吉呢 可能大家想起来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慈忍 或者说的更细致一点 就是豪放派慈忍 对不对呢 这个想法绝对正确 辛吉吉在历史上和苏氏齐名 并称苏心嘛 他们两个呢 就开拓了宋慈的格局 把慈从小儿女变成了大丈夫了 而且呢 辛吉吉还有一个名号 叫做慈忠之龙 这一定是一个不得了的名号 但是如果您呢 用这个称号去夸赞辛吉吉的话 恐怕辛吉吉只会苦笑 为什么呢 因为辛吉吉的本心 他并不想当一个词人 那他想当什么呢 他的门人给他的词集 做序的时候就讲啊 公一世之豪 以气节自负 以公业自许 方将脸藏其用 以世轻旷 果何益于歌词在 什么意思呢 说辛吉吉啊 这一辈子最坚持的就是智气节操 最期待的就是建功立业 至于诗词歌赋这些事 在他看来呀 就绝对不应该特别在意 那辛吉吉到底在意什么 刚才我们讲了 是气节式工业 其实这两个词还可以再合并一下 合并成一个词 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恢复 恢复中华 具体说来呀 就是希望啊 能够为蜗居在江南的南宋政权打仗 把金朝打败了 然后恢复北宋的旧江山 辛吉吉这一辈子 想的其实就是为国打仗这一件事 无论是顺是逆 是当官还是归隐 他心里想的永远就是这么一件事 他的喜怒哀乐 爱恨情仇 也都紧紧围绕这一件事 可以说这件事就构成了辛吉吉的一生 那对这样的一生 我们到底怎么评价呢 我给辛吉吉的一生啊 总结了三个罪 第一罪 一辈子最得意的事 是什么呢 那叫归国有勇 第二罪 一辈子最失意的事 那叫报国无门 第三罪 一辈子最成功的事 叫爱国有词 咱们先来看最得意的事情 归国有勇 别看辛吉吉一辈子热爱南宋 天天盼望南宋能打胜仗 把金朝打败 但其实啊 他本来并不是南宋人 他是在青年时代投奔南宋的 而他回归南宋 也成为辛吉吉一辈子最得意的事情 这是怎么回事 要说清楚这件事 还得从辛吉吉的身世说起 辛吉吉呢 我们现在知道他生于绍兴十年 就是公元1140年 因为绍兴是南宋第一代皇帝 宋高宗的年号 所以我们通常就说辛吉吉是南宋人 可是其实我们应该知道 在那个时候 在今天中国的大地上 是有三个政权并存的 第一个政权呢 是南宋 基本的地理范围 就是在今天的秦岭淮河以南 第二个政权是金 基本的疆域范围 在今天的秦岭淮河以北 其实在西边还有一个政权 叫西夏 西夏呢 基本上是今天陕甘宁 包括清 就陕西 甘肃 宁夏 清海这一带 那这三个政权呢 其实各有各的纪念方法 具体说来 1140年 在南宋 他叫绍兴十年 在金朝 他叫天眷三年 在西夏 他应该叫大庆二年 那新积极出生的时候 如果像今天一样 报户口的话 他应该怎么写自己的出生年份呢 他其实应该写天眷三年 因为新积极生在山东的历城 就是今天济南市的历城区 而整个山东 在当时都是金朝的领土 换句话说 新积极出生的时候 他是一个金朝人 那他怎么又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南宋爱国词人呢 是因为新积极年轻的时候 做过一件大事 他脱离金朝 回归南宋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是在公元1161年 新积极21岁的时候 当时啊 金朝的皇帝叫完颜亮 据说呢 他是被宋朝的词人刘勇的一首望海朝 所打动了 一心想要去看看江南 所谓三丘贵子 十里荷花的美景 于是啊 就悍然撕毁了两个政权之间 早已经存在的停战协定 发动了60万大军 兵分四路难侵 就叫嚣着要在一百天之内灭掉南宋 那这个完颜亮的政策一出台 马上中原的老百姓就纷纷造反 为什么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是情感因素 这些中原老百姓 其实过去都是北宋的子民 虽然说北宋溃败以后 他们留在中原 成了金朝的老百姓了 但是在内心深处啊 他们绝大多数人还是认同北宋的 特别是因为金朝实施民族压迫政策啊 第一等人是女真人 第二等人是渤海人 第三等人是契丹人 第四等人才是汉人啊 当时叫汉儿嘛 所以啊 使得这些中原老百姓备受打击 好多人都是身在曹营 心在汉 虽然身在中原 但是呢 一直把流落江南的南宋 当成了自己心灵的故乡 没事就登上高山 远望南宋的方向流泪叹息 心气急的祖父心在 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中的一员 那当金朝要叫嚣 灭掉南宋的时候 那就等于灭掉这些老百姓 心中的故乡啊 灭掉他们心中的希望啊 所以老百姓是非常的反感 这是第一个因素 情感因素 那再看第二个因素 其实也是更重要的因素 是现实因素 因为完颜了要大举南军 那我们都知道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 肯定要争粮争草 而争粮争草跟谁争呢 其实赋税的重头 就落在中原的老百姓身上了 那中原的老百姓 面对负担加重的这种事实 当然是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怎么办 最后就起来造反 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啊 在太行山以东 到淮河以北的广大区域 老百姓是所在风起 在哪儿就在哪儿起兵 那么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 21岁的新细级 也拉起了一杆队伍 2000人造反了 2000人的队伍当然很少 办不成什么大事 那怎么办呢 新细级啊 又去寻找更大的组织了 他找到了谁呢 他找到的 也是山东地区 涌现出来的一个豪杰人物 名字叫做耿晶 此人呢 就在现在水泼梁山一带 也是巨重启事 已经有了20多万人骂了 新细级带着自己的2000人 投奔了耿晶 那耿晶看到新细级呢 也是非常欢喜 因为他知道新细级是个文人 就让新细级给他当了掌书记 就是起草公文呢 出谋划策呀 是军队中的文职人员 那么新细级呢 就这样跟着耿晶 做了一阵子上马杀贼 下马讨贼的日子 可是呢 就在耿晶的势力继续发展的时候啊 形势变了 怎么回事呢 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内讧了 完颜亮的堂帝叫做完颜庸 在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称帝了 而完颜亮 原来的皇帝呢 又在镇前被杀了 这两个皇帝一交锋啊 金朝的政策也就变了 新上任的皇帝完颜庸 他不愿意跟南宋打仗了 开始跟南宋讲和了 不仅跟南宋讲和 他也对当时起义的老百姓许下诺言了 诺言是什么呢 在山者为贼盗 下山者为良民 什么意思 只要你能放下武器 我也就不予追究 你还可以回来当老百姓 过重庄稼的好日子 那完颜用这个政策一出台啊 耿晶的队伍里 很多人就相当动心了 也就不想造反了 就想回去重庄稼去了 可是耿晶本人呢 不想这么轻易投降 其实他也不太信任皇帝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啊 心气急就给耿晶出了一个主意 他说既然您不愿意回家 那不如投奔南宋吧 当初咱们启示 本来也是有帮南宋 保卫南宋的意思呀 耿晶一听呢 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就马上任命心气急等等 一共11个人 作为特使 去跟南宋的皇帝 宋高宗 去沟通去了 这叫什么呢 这在当时啊 叫做帅众归顺 对于宋高宗而言 也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所以宋高宗呢 也是很高兴 立刻就任命耿晶 担任天平君节度使 对其他的大小头目 也都是纷纷封官喜悦 其中作为使者的新气急 封了一个什么官啊 新气急呢 被封为又成雾郎 这是一个从九品的文官 基本上算是 各种官僚体系中的最低等 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 这难道就是你所说的 归国游泳吗 听起来没什么意思呀 不就是当了一位使者 封了一个小官吗 没错 听到这儿确实还没什么意思 有意思的事情在后头 这怎么回事呢 就在新气急他们 拿着朝廷的委任状 赶回山东的路上 他们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们的大帅耿晶 被叛徒张安国给杀死了 而且这个叛徒张安国 杀死耿晶之后 立刻投降金朝 金朝还给了他一个 几州之州的名头 也就是说呢 人家在金朝当官了 这一下子可太麻烦了 手里拿的那些伪认状 没人可给了 所谓的率众归顺 也成了一个笑话了 那新气急他们怎么办呢 按照一般的思路 新气急不过是一个文职人员 那他有什么办法呀 不行就还回南宋呗 灰溜溜的回去 见宋高宗 说事情变了 你要是愿意让我当那九品官呢 我还去当去 可是这得多尴尬呀 新气急他是一个英雄啊 他不愿意干这么丢人的事 他就讲了 我们如果这样回去的话 既对不起耿大帅 也对不起朝廷 那怎么办呢 新气急就当时招募了五十个 跟他一样勇敢的战士 马不停蹄的就去找那个叛徒 张安国去了 那张安国当时在哪啊 张安国当时在几州啊 而且正在金兵的大营里 跟金兵的将领一块喝酒呢 酒憨而热 满面红光啊 正在这时候 有人向他通报了 说外头有一个大汉找您 说跟您一块共过世 过去挺熟的 见还是不见 张安国啊 这个叛徒 当时一方面呢 是酒有点喝多了 所以脑子不大明白 另外他毕竟身处金兵五万人的大营之中啊 觉得非常有底气 所以呢想也没想就出去了 这一出来不要紧 刚到大营之外 一双大手像老鹰抓小金一样 就把他给抓到马背上去了 然后一边打在马屁股上 一队人就策马向南方奔去 那等后面的金兵将领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些人已经走出老远了 追不上了 这叫什么 这在新气急的医生中很有名气 这叫活捉张安国 活捉张安国之后怎么办 新气急也知道 从几周啊 到宋金交界的淮水之间 还有好大一段距离呢 中间金兵无数呢 要想顺利把张安国给压到南宋去 只能打这个时间差 所以呢 他们是数码咸梅昼夜兼程 一路狂奔就渡过淮水了 把张安国一直押送到宋高宗的朝堂之上 这件事太传奇了 五十个人勇闯金兵五万人的大营 生勤叛徒 献服朝堂 这个绝对不雅于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 张义德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啊 而且要知道 办这样大事的人 居然是一个年仅二十出头的白面书生啊 这就太有轰动效应了 轰动到什么程度 当时南宋朝野上下是交口称赞 按照洪迈的《驾宣记》的记载 就是撞生英凯 诺氏为之兴起 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新积级的名声一下子大起来了 诺夫见到他的这种行为 也要为之振奋 而圣天子就是宋高宗啊 一见他之后就再三为之感慨 新积级就此脱胎换骨 从一个书生变成了一个勇士了 那这件事呢 就为新积级的归国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也成为新积级一辈子最得意的事 得意到什么程度 新积级在此后的漫长人生中 只要一回想起年轻时代 想的保证就是这一件事 比方说咱们都非常熟悉的 遮孤天 壮碎荆旗 庸万夫 锦掺突济 渡江出 那讲的就是这段英雄旺 是啊 再比如说咱们都非常熟悉 选到中学课本里那个 勇玉乐 京口北顾亭怀骨 不是也讲吗 43年 旺中游记 烽火 扬州 四十三年之后了 白发苍苍的新积级 再想起来的时候 想的还是活捉专案国 一路从扬州赶回朝廷的战斗旅程 可以说呀 这段战斗经历 就是新积级一生 以英雄自诩的一个基础 在新积级的人生经历中 不但有生情叛徒的壮举 还有报国无门的遗憾 这是怎么回事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中国故事 爱国片之 新积级 在生情张安国的人生片段中 新积级可以说是人生得意 干得漂亮 这件事确实光彩夺目 但是这时的新积级 毕竟才二十多岁 正是年轻有回的年纪 那么后来的新积级 为什么又报国无门了呢 那可能有人会问了 这件事确实光彩夺目 但是难道它就是最得意的事吗 毕竟新积级当时才二十出头啊 难道它此后就没干过 比这更漂亮的业绩吗 确实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随后新积级就开始失忆了 为什么会失忆啊 那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话题 叫做报国无门了 怎么叫报国无门呢 也是两个表现 第一个表现叫说话没人理 第二个表现叫做官做不成 先看说话没人理 很多人可能还不同意 说新积级的诗啊 新积级的词啊 在当时就非常的流行 还有很多人假冒他的名气来做词 这个一点错都没有 但是我们一直在讲 新积级最想说的话可不是词 而是军事建议啊 在历史上新积级有两篇军事著作 那是大大的有名 是被收到紫布兵书类的 哪两篇呢 一篇叫做美秦时论 是献给当时的皇帝宋孝宗的 另外一篇叫做九义 是献给当时的宰相余韵文的 新积级为什么要写这样两篇军事建议 因为宋孝宗接班 让他看到恢复中原的希望 我们刚刚讲过 新积级渡江归国的时候 皇帝还是宋高宗 宋高宗早年呢 是被金兵打怕了 所以一辈子除非万不得已 绝不可能也不愿意跟金兵作战 著名的主战派将领岳飞 不就死在宋高宗的手下吗 那这样的皇帝 当然不可能对新积级为以重任 所以新积级呢 虽然是名声赫赫 但是在宋高宗的手下 也只能是屈于屈居江因谦判 就是江因市的办公室主任的意思 跟这个军事是没有一点缘分的 但是呢 就在新积级归国之后不久啊 宋高宗就退位了 把江山交给了宋孝宗 宋孝宗这个人 跟新积级是一个年纪 而且呢 非常有锐气 一上台就提报仇学耻 而且一上台就给岳飞平反 让主战派将领重新当官 那这样的皇帝 当然让新积级热血沸腾了 皇帝不是要报仇学耻吗 新积级马上就拿出了一篇军事论文 分为审视啊 查情啊 等等十个部分 分析敌我形式 具体讲这个抗金的方略 那十个部分的议论 为什么叫美秦史论呢 因为这里用了列子的一个典故 说有一个穷人呢 吃了秦菜 觉得很好吃 就献给这个富人 结果人家富人一吃呢 不仅觉得很难吃 还拉了肚子了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谦词 就是说呀 我是一个很卑微 很没有见识的人 我这一点卑微的见识呢 对您来说可能如同垃圾一般 这是一个谦虚的说法 美秦史论 但是谦虚归谦虚 心气及心理 可是非常非常在意 他这两片议论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北边生活 真真切切了解到了 金朝的社会状况 而且他当年 还通过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 考察过金朝的山山水水 更重要的是什么呀 新积极打过仗呀 而且打的是挺漂亮的呀 所以他坚信自己是有军事见地的 所以新积极把自己方方面面的经验 都写到文章里了 期待这两篇行文 能够引起宋孝宗的重视 那宋孝宗到底重视没有 凭良心讲 宋孝宗也算重视 因为根据宋史新积极传的记载啊 他还在阎河殿 召见了新积极 跟他纵论南北大势 但是呢 召见之后 召见之后啊 因为新积极 他是持论净直 不为迎合 什么意思 他说话太直爽了 一点都不肯迎合宋孝宗的意思 让人家宋孝宗觉得话不投机了 话不投机怎么办 话不投机半句多 您别说了 但是既然给我上过书 也给你封个官 封一个什么官呢 让新积极当私农寺主部管粮食权 这跟新积极的期待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渴望上前线打仗 但是实际上呢 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非常郁闷 就在这个郁闷的心情之下 新积极写出了那首著名的《清郁案》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 惊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霄生动 玉湖光转 一夜鱼龙舞 鹅儿雪柳黄金缕 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栏 山 什么意思 这是讲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呢 正月十五多热闹呀 各种美女 各种香车 各种欢笑 可是在这样的大气氛之下 就有那么一位家人 却独自所在灯火栏珊的地方 这叫什么 美不见之 才不见用 这是何等的孤独啊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 言不见用 第二件事 观作不成 这是怎么回事 休奇置评 这是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理想 作为文人的新气急 也不例外 他一心想的都是如何建功立业 但却始终得不到重用 仅仅当了一个小官 也遭人弹劾了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中国故事爱国篇之 新气急 新气急其实在23岁那一年 回归南宋的 然后活到68岁去世 在南宋生活了整整45年 这45年之中啊 他历任了十几任官职 最高做到四品的龙途阁代制 大家乍一看 觉得也算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 新气急年谱 就会发现 这十几个官职 基本都是新气急 42岁以前当的 或者是64岁以后当的 也就是说 从42岁到64岁 这二十多年之间 新气急居然一直没有做官 在江西隐居着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 从40出头到60出头 这是人的智慧最成熟 也是经历最旺盛的年岁 在这个年岁复显 肯定不是死里逃生 回归南宋 一心渴望建功立业的 新气急 他会主动选择的事情 既然不是他的主动选择 为什么他会在家 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呢 因为新气急42岁这年呢 他被人弹劾了 弹劾的理由是什么 弹劾的理由是 用钱如泥沙 杀人如草芥 用钱如泥沙 这就是贪啊 杀人如草芥 这就是酷啊 既贪且酷 这是一个不小的罪名 问题是新气急 怎么会背上这么一个罪名呢 其实很核心的一个因素 就是他在做湖南安抚史的任上 居然组建了一支军队 这是怎么回事 新气急不是一直渴望在战场上 效力疆场吗 但是宋朝不给他这个机会啊 不让他当军官 只让他当地方官 可是当地方官也并不平静 新气急在地方干这几年之间呢 就先后平定过这个南方的 查商叛乱和农民暴动 而且呢都取得了很大的业绩 又一次彰显了新气急的军事才能 那既然才能还是有 新气急的心呢就又活动起来了 他觉得啊 就算是地方要想维护治安 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武装啊 而当时呢 南宋主管地方治安的军队 已经烂到根子上了 那怎么办呢 新气急不是一个老兵吗 老兵有老兵的思维 很直截了当 既然原来的军队没法用了 我何必不组织一支新军队呢 就这样呢 他就给朝廷打了一份报告 说我要在湖南组织一支新的军队 名字都起好了 叫飞虎军 行不行 问宋孝宗 宋孝宗怎么表态 宋孝宗其实还是支持的 可是支持归支持 钱是没有的 让新气急自己抽搐 那地方毕竟财力有限呢 组织军队他需要花的钱也挺多 新气急怎么筹措呢 这一点他可绝对是废了心了 什么方法都想出来了 比方说啊 修这个道路需要石料 可是当时没有钱买石料啊 怎么办呢 新气急就出台了一个地方性政策 说只要是一般性犯罪的罪犯 只要你能给我背来石料 你就可以拿石料来顶罪 这个政策一出台不要紧 当时长沙北边有一个叫马潭的地方 是个采石场 采石场一下子涌满了犯人 犯人都来背石料来了 背到一定数额就顶罪了 这样一来呢 石料有了 那后来又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呢 建军营需要瓦片啊 可是当时是秋雨连绵 就算有钱有人有力 这个瓦烧不出来呀 怎么办呢 新气急又给长沙的 整个城里的老百姓 下了一道命令 说两天之内 必须每家提供二十片瓦 给我直接送到军营去 是我地方政府 愿意为此付钱一百文 就这样 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没有花朝廷一分钱 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新气急还真把这支军队建起来了 而且这支军队还真的挺不错的 很厉害 厉害到什么程度 根据宋史的记载啊 这支军队呢 是雄镇一方 为江上诸军之冠 在整个沿长江的军队里头 这支非虎军是最好的 不仅可以维护南宋的地方治安 而且对隔江相望的金军 也形成一定的震慑 震慑到什么程度 金朝人都管这支非虎军 叫做虎儿军 这是一支由虎崽子组成的 非常威猛的军队 新气急啊 老大岁数这么多年折腾 终于有了一支军队 心里非常激动啊 可是激动之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结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样 新气急被监察御史弹劾了 那我们现在抛开这段历史 我们平心而论啊 监察御史弹劾新气急 有没有道理啊 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就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新气急 那两项政策它对不对 其实都不怎么对 第一项政策 那是拿法律做交易啊 第二项政策 那叫强买强卖啊 肯定会有老百姓不满意啊 可是新气急当时没有办法吧 他是太渴望建功立业了 别的什么都顾不上 而他这样热切刚猛的办事作风 其实也就深刻的触犯了 当时不温不火 弹球无过 不求有功的这种官场文化了 所以呢 只能是功成而过意相随 最后是功不抵过 功不抵过怎么办呢 弹劾了吗 那就回家种地去吧 我们现在都知道 新气急号架宣 种庄稼的 这个名号 其实就是从这来的 《皇帝内经》一部神奇的医术 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的博大精神与辉煌 历经两千多年的沉淀 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与西方医学相比 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 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 从这凝聚着古代鲜显智慧的传世民主中 我们又能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呢 敬请关注翟双庆解读《皇帝内经》 文天祥 一位铁骨铮铮的爱国英雄 从南宋科举状元到抗原义兵将领 他实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去担心赵汉清 敬请收看中国故事爱国片之 文天祥 命运弄人 一心想建功立业的新气急 始终没有得到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于是在南宋的历史上 少了一位叱咤江场建功立业的大将 多了一位流传千古慷慨豪迈的著名词人 那我们现在看到新词里头 好多也都是描写田园生活的呀 比方说也同样选到中学课本里的西江月 明月别知精确 清风半夜明禅 到花香里说风年 听去哇声一片 这是多么祥和的场景 但是啊 新气急心里真的这么祥和吗 真的安心享受这种生活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呀 种地归种地 一旦有人跟他谈起国家 谈起石韵 他还是忍不住热血沸腾啊 可是沸腾之后呢 沸腾之后还得种地呀 所以此人才会无限感慨的说呀 追往事 探金武 春风不染白自虚 却将万字平荣册 换得东家众树书 万字平荣册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可是这件事呢 这样的东西呢 已经没有用了 只能去换东家众树的那些参考书了 那当年归国是为了报国 可是呢 言不见用 动辄得救 报国无门的事实也摆在了眼前 怎么办 就在这样的激愤之中 在这样的压抑之中 新气急的一箱热血 就化作词章喷波而出 新气急 现存的词作是六百多首 在两宋词刃里 独占凹头 在这些词里 你可以看到 新气急的理想始终是那么饱满 比方说 最理挑灯看见 梦回吹脚连影 八百里分挥下至 五十闲翻赛外生 沙场秋点滴 此人一辈子最想干的是什么呀 不就是血染江场 为国立功 可是啊 梦境归梦境 现实又始终是那么骨感 骨感到什么程度 他也讲啊 平生塞北江南 归来花发苍蝇 不被春宵梦觉 眼前万里江山 挑灯看见也罢 吹脚连影也罢 只能是在醉里 在梦里 现实怎么样 现实就是秋霄 不被礼 可怜白发生啊 一个英雄 沦落至此 那绝对是心事消磨啊 可是我们讲心器极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 他伟大就伟大在这里 尽管受尽委屈 吃尽苦头 他的报国心 英雄心事 始终不死 他说什么 他说啊 我罪联军中消武 道难而道死 心如铁 看尸首 不偏烈 这首词 其实它是写给自己的友人 同样具有爱国心 英雄志的 陈亮 可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呀 词里那个夜不能寐 中消其武的人是谁 那就是心器极自己啊 那个尽管被埋没 被压抑 但是就是不肯消沉 永远雄心如铁的人是谁啊 还是心器极自己啊 那个始终期待有一天 能够赤手补天猎的人是谁啊 仍然是心器极自己啊 所以郭沫若先生曾经为心器极写过一幅对联 写得非常清楚 他说 铁板铜趴 既东坡 高唱大江东去 美琴碑鼠 既南宋 莫随 莫随 红艳南飞 对心器极一生做了一个总结呀 确实 心器极的词和苏氏一样雄壮 有如铁板铜趴 蒸蒸作响 但是心器极又自有一种背井离乡的命运 报国无门的哀愁 就让他的词更有一种沉郁之气 这种雄壮和绝望交织 就形成一种天风海雨一般的冲击力量 洗刷着千古人心 就比苏词还要一种独特的魅力 那当年呢 梁启超在歌颂爱国诗人路由的时候 曾经说过 集中十九从今乐 亘古难而一放了 确实能够享受从军之乐的陆游 固然是难 那么无论多努力 也再也享受不到从军的乐趣 但是一辈子也一直在渴望杀敌的 心器极不更是难而吗 陆游比心器极大十五岁 但是比他多活了三年 谁都知道陆游临终前的那首试而诗 我们小学就学过 死去缘之万世空 但悲不见九周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佳季无望高奈梦 陆游知道自己再也看不到恢复中原的那一天了 就把这个念想留给儿子了 这其实也是一种逾攻移山的精神 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人生态度 但是大家知道心器极在临死之前写什么吗 心器极什么也没有写 他一直在喊就喊两个字 杀贼杀贼杀贼 也就是说呀 在心器极人生的最后一刻 他不记得有儿子呀 也不知道有任何其他的人 他唯一在意的就是一件事 杀贼 这才叫造次必于世 颠沛必于世 这是怎样的执着 怎样的担当 咱们今天都讲中国梦 其实我觉得心器极也有个中国梦 他的中国梦是什么 他的中国梦就是金欧无缺的团圆梦 和血染疆场的英雄梦 他的梦其实没有实现 心器极算是机智耳末 但是呢 他的梦想激励了无数后人 每次当中国再陷入分裂 再陷入苦难 再遭受外伍的时候 心器极的声音就会重新响起 化作金歌铁马 让风起云飞 当年心器极曾经给南宋的大理学家朱熹 写过道词 道词是这样讲的 所不修者垂万事名 熟未公私 林林有胜 也把这句话献给伟大的爱国主持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